近日一個內地女孩子 上載影片 說帶齊頸枕和睡袋 體驗特種兵模式的旅遊 去了麥當勞 位於青衣村的分店過夜 強調不是民宿住不起 但麥當勞則更加有性價比 條片傳到本港各大群組和討論區 有人搞笑地說 快會在麥當勞 見到露營帳幕 又有人反問 不是住不起民宿的 那為什麼要阻止老物 阻止人做生意呢 也有人說片中的分店 並非位於青衣村 因為那間分店 不是24小時營業 應該是長漢村那間店 說他連卡都打錯